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5日几名在卡纳斯湖观景的游客声称见到了湖怪 在他们拍摄的视频中可以清晰地见到原本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掀起了一道奇怪的波浪 当时是有游客在这个湖面上拍到了这个不明的这个生物 大概是有三四米目测有三四米长 大概有个就是四条 一个多月后 卡纳斯湖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拍摄到了湖怪的身影 在这景区工作了十几年 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湖怪的传说 但是没有亲眼体验过 当时的心情也非常激动 短短两个月 两次出现在卡纳斯湖面上的观影 再一次将卡纳斯湖怪的传闻推到封口浪尖上 卡纳斯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金县境北部 是一处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坡 据测算 卡纳斯湖长约24千米 宽约2.2千米 整体就像一只狭长的豆角 面积约45.7平方千米 湖泊最深处将近200米 卡纳斯湖畔的微微青山 尽险西北的穷火 而阿罗多姿的湖水却散发着江南的柔美 这片地水就像一条飘带缠绕着青山 形成别具一格 山环水绕的风光 并由人陶醉流离 女人陶醉流离 在世界各地 都曾经出现过 比较著名的像尼斯湖水怪 关于它的传闻 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纪 人们在湖边 发现当时的皮克特人 在研画当中描绘一种 外形像一头大象的水中的生物 在六世纪 据说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 和他的仆人 在尼斯湖当中游泳 有巨型的不明生物 就袭击了他的仆人 从此这个尼斯湖水怪传说 是愈演愈烈 从地图上观察 这尼斯湖与喀纳斯湖 确实有几分相似 它不仅仅外形狭长 而且还都很深 并且都是人际罕至的地方 那么湖外的出现 和水域的地理特征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摄制组从布尔金县城出发 向北行进了大约150千米 终于到达喀纳斯湖 向岛孙吉州 常年在喀纳斯湖畔 从事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 他告诉设置组 最早生成看到湖怪的 是首批进驻的护林园 孙吉州说 喀纳斯湖呈月牙形 人们习惯把湖区 划分为一道湾 二道湾 三道湾 一直到六道湾 湖的最尾端 又叫湖塔 这里是喀纳斯湖 最为人际罕至的地方 也是最早发现湖怪的地方 在喀纳斯湖西岸 哈拉开特山顶 有一树平台 被称作关鱼台 那里是观察 喀纳斯湖全貌的最佳位置 之前的湖怪照片和视频 大多都是从那个角度拍摄的 孙吉州告诉设置组 其实关于湖怪的传闻 在喀纳斯湖边 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只不过当地人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很少向外人透露 据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名护林员在湖头 看到一个漂浮的物体 这个物体像是个水生动物 体长又寻呼小船的两倍长 两年之后的一个夏天 这名护林员再次在湖中 看到了这个不明生物 两次看到同一个东西 湖里原觉得这不是偶发现象 也不是自己的错觉 然而当他把这件事情 告诉当地的一个老人之后 却遭到严厉的训斥 老人好像对水中的怪物了如指掌 却嘱咐湖里原不许外传 老人是当地的土瓦人 土瓦是一个古老的部落 在当时谈论湖怪 是当地土瓦人部落的禁忌 为何他们对湖怪 惠莫如深呢 土瓦人是蒙古族的一个知性 现有1400多人居住在 和睦村 白哈巴村和喀纳斯村 在二三十年前 他们还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游牧和狩猎为生 隐常年生活在阿尔泰山深处 又被称为云间部落 据老人描述 哈纳斯虎曾经有过两次 围捕狐怪的行动 第一次人们制作了一支大铁钩 以牛头为耳 牛皮为绳 将绳的另一头 用二十匹马拉着 等了一天 狐怪终于上钩 然而 维捕却已拉牛皮绳的 二十匹马 失败告终 人们只好将皮绳 绕在几棵大树上 最后 绳子突然崩断 第二次人们宰杀了十多头牛 用牛皮制成一张大网 用五支小船 锅着大网绕湖而行 结果 船沉网过 行动再次失败 从那以后 人们再也不敢冒犯狐怪 近几年 随着大量游人分支塌来 旅游业遇见繁盛 不断有游客表示 看到了所谓狐怪 关于喀纳斯湖怪的话题 又被重新提起 而目击者的描述 也是五花八门 很多目击者说 湖怪不止一只 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出现 有人甚至观测到了 一百多只湖怪 同时出现的场景 他们还说 湖怪身形庞大 体长的足有十五米 有人甚至说 看到了他们露出水面的背棋 根据零零散散的描述 我们能否为 喀纳斯湖中的所谓狐怪 进行一个初步的画像呢 来 我看看 身体很长 有背棋 成群出现 这倒很像是鱼群 那么喀纳斯湖是否具备 大型鱼群 藏身其中的地理条件呢 为了进一步解开谜团 设置组跟随中国科学院 寒区汉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王飞腾来到帕纳斯湖 希望通过实地考察 找到答案 王飞腾 中国科学院 寒区汉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为了近距离探查 考察队联系景区 借来一艘快艇 通过在湖面上的观察 获取更多的信息 湖水的来源是非常清澈的 就是它的水质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 透光性非常好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由咱们这个 卡拉尔湖的这个深度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深度越深 对这个光线的反射不一样 像大海 它这个蓝色一般都是深的 都是深蓝的 考察队发现 虽然有些许微风 但是湖面整体较为平静 波澜不惊 你看今天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景象 一想到如此静谧平滑的水面之下 湖水竟有一百多米深 队员们感到了一丝 诡秘莫测的气氛 那现在一个比较科学的设法 就是所谓的水怪 其实是一种 这个水下一种 生活的一种大雨 大雨 叫折罗龟 折罗龟是一种大型的冷水鱼类 在当地被称作大红鱼 它是卡纳斯湖已知的 四种大型鱼类中 冷的环境 所以它一般的 它出现的时间 一般都是在日落之后 和日出之前 是不是 这就是 也就是说 卡纳斯独特的地理环境地貌 造就了折罗龟的生存环境 如果说没有卡纳斯地貌 它不可能就出现 就生长这么好的折罗龟 王飞腾解释说 狐怪是折罗龟这一观点 也只是围绕狐怪之谜的 各种推断之一 不过 卡纳斯湖的一个地理特征 却将考察队 引向另一个探索的方向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有着狐怪传说的湖泊 大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非常的深 前面说到的这个尼茨湖 它的长度大概是39千米 平均宽度差不多是1.6千米 也是一个狭长的形状 而且它也是一个深水湖 最深的地方有将近300米 它无论从形态和深度 都如同卡纳斯湖的姊妹湖一般 那么湖水的深度跟湖怪 有什么关系呢 靠茶队来到关于台 急目远眺 卡纳斯湖尽收眼底 它犹如一块狭长的碧玉 闪着灵动的光泽 谈到湖水深度与湖怪的关系 王飞腾认为 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性 卡纳斯湖的空容量就非常大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就可能会存在多种生物 我觉得卡纳斯湖的湖怪 或者是大鱼 就可能是和卡纳斯湖的深度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湖水越深 它里边这个鱼的种类应该是多 让它活动的空间大 专家进一步解释 从目前国内出现过湖怪传闻的湖波来看 大部分是超过50米的深湖 这样的水深 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 对水下进行拉网式的排查 有一定的难度 这也使得水底深处的地貌 水质以及生物等状况 难以一目了然 这也间接导致湖怪传闻 愈加扑朔迷离 卡纳斯湖将近200米的最大深度 在我国内陆高山湖泊当中 名列第一 这个深度在亚欧大陆内部 也称得上是世所罕见 我们看一下 与它同纬度东西两侧不到100千米 各有一处湖泊 东边是在蒙古国境内的霍洞湖 最深处不超过60米 而西侧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马尔卡克尔湖 最深处也只有30米 在北疆离它最近的有乌伦谷湖 平均深度不过8米 那么为什么卡纳斯湖会这么深呢 它为何会呈现出如此奇特的狭长水域呢 在王飞腾的带领下 考察队从卡纳斯河下游 往上游方向展开可考 专家试图通过深境考察 还原这个地区沧海桑田的地质历史 进而揭开卡纳斯湖的绅士之谜 队员发现 卡纳斯湖狭长的豆甲状形态 是由于岸边一道道 犹如田笼一般的湖岸 深入水中所形成的 由于这些田笼般的湖岸分割 卡纳斯形成了六处比较大的水湾 刚刚登上一道湾附近的湖岸 队员发现地上有许多长长的痕迹 看起来就像是石块之间 推拉摩擦所留下的 那么为何岸边会出现 如此多的擦痕呢 这其中是否隐藏了 卡纳斯湖形成的地质密码呢 考察队在卡纳斯湖附近 看到很多的碎石滩 这些碎石不像是我们平时看到 河道里面的鹅卵石 浑圆光滑 我们来看看 它是有棱有角的 就像是原始人打制的石器一般 专家说刚才队员看到的这个擦痕 就是这些石头磨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 让这些石头互相摩擦呢 它与卡纳斯湖的这个行程 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质就是我们称为 叫冰川寝室地质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冰川沙海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纹理非常清楚 是不是 这个纹理好大 它说明就是说冰川当时携带的一些石头 大的石头 然后摩擦 原来看它的湖应该是一个河谷 就从高速方向度 这样 对 这就是一个冰川的一个运动方向 王飞腾进一步解释 从这些深深的擦痕可以判断 卡纳斯湖附近的地质构成 有着冰川活动的烙印 他推断 在第四季冰期 卡纳斯湖附近应该是冰川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 这些明显的擦痕说明 冰川曾携带着众多的石块频繁下移 经常性地对此处的岩石进行摩擦 长期的摩擦 造就了湖岸边岩石金天的形态 而在康纳斯湖附近 湖边的悬崖上 考察队也发现了古冰川运动留下的痕迹 但要证明卡纳斯湖的行程 与古代冰川运动密切相关 还需要发现更多的证据 考察队从卡纳斯湖一道湾的东岸 来到下游大约500米左右的一处山坡 希望能从高处查看到更多线索 我们前面这片高地起伏的土坡 这个地方就是冰川学的水 就是冰川的冰激龙 它的形成就是冰川在前进后退的过程中 会对地形会对它改变 登到高处 在考察队眼前出现了三道横切山谷的小坡 向三只露出背脊的巨龙 并列匍匐在卡纳斯湖下游 最前面这一道就是根据我们的测算 大概是有十万年 对 然后中间大概是有七八万年 那么距离的户头就是离这个湖 最近的地方 对 大概是有三到四万年 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几次这个冰激活动 对 冰川运动 对 因为冰川 冰川流下来的是吗 对 就是说这个地方 至少是有三次冰川作用 诸多证据显示 卡纳斯湖附近有较大规模 且较为频繁的冰川活动 那么冰川的活动 究竟与卡纳斯湖的形成 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在卡纳斯 能够形成如此深邃而美丽的湖泊呢 卡纳斯的湖光山色 被当地人总结为四绝 也就是山崎 兽艺 景特 湖管 卡纳斯湖虽然面积不大 蓄水量足有五十四亿立方米 有人认为 像很多西部的淡水湖一样 卡纳斯湖的水源补给 应该来自于冰川 不过我们都知道 冰川一般都分布在 四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 卡纳斯湖湖灭海拔 大约一千三百多米 它周围的山脉 也大多为两千多米高 在这样的地区 会有大量的冰川吗 究竟是什么神秘水源 在持续为卡纳斯 这个超级蓄水池补水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跟随考察队探索 卡纳斯湖地理谜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